哪里是额娘喜欢梗氏啊 四伏进轻横地说 他说是因为我们也喜欢梗氏 才求着他与老十四换的 什么 蓝静这下可是真的无语了 这叫什么呀 是当了那什么还要立那什么吗 你换了要给人家的秀女 打了人家的脸 还说是人家自己要求的 这样的额娘可谓真是极品中的极品 她到底是多讨厌这个四阿格呀 才会做出这种事来 想到历史上 在雍正登基之后 她会帮着别人去质疑儿子继位的合法性 蓝静也不由地不产生一个怀疑 都说乾隆不是雍正亲生的 其实雍正并不是德飞娘娘亲生的吧 算了不说这个了 我叫他们俩来给你见个礼吧 四福静也没法多说什么 毕竟那是她的婆婆 连四阿格都只能受着 她一个做儿媳的又能怎么样呢 也好 蓝静对历史上这两个人物 还是很有兴趣的 只是这文明不如见面啊 见面不如怀念 扭葫芦式的样貌 真就应了那句俗话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今日一见不过如此 实在是平凡得太过了 非但一点没有太厚的风范 反而倒显得很有小家子气 比起一旁的耿式来 面容不够娇好也就罢了 气质上也沉静得差了几分 若不是四福静指出来 蓝静还以为她才是鲍衣出身呢 叫你们来 四福静在他们见过李之后 淡淡地说着 是让你们来拜见一下十三福静 他是我们府中的常客 以后少不得会碰面 今天见一见 也省得以后会冲撞 奴才给十三福静请安 扭葫芦式和耿式 双双地上前来见礼了 蓝静坐在那里 眼睛看得很清楚 在四福静介绍了 自己的身份之后 那个扭葫芦式 飞快地抬起眼睛 向自己这边扫了一眼 虽然她自己以为很小心 却还是被自己看到了 从而也让蓝静心下得更加的绝望了 但还是一边示意着身边的小楼看赏 一边展露着微笑 结果我没背着 这点意思你们就先收着 等下次来我再补过 不敢奴才谢过十三福静的伤 扭葫芦式和耿式 再次地行礼卸赏 行了 见过了就下去吧 四福静也并不留他们 直接打发走了之后 问着蓝静 你觉得如何呀 挺好的 一个端庄 一个健美 四哥好福气 罢了 你也来气我 四福静横了蓝静一眼 那耿式也就罢了 只是这个扭葫芦式 我就不信你会看得上 我是相信四嫂的能力 只要您肯用心调教 将来未必他就不能争气 只是我觉得犯不上去费那个事罢了 当然犯不上了 爷的女人虽然不多 也不算少 若是都是我去调教的话 那我也不用做别的了 若是调教这个不调教那个 则显得我不公 所以这种事我是不管的 我只要他们安分守己 不给我惹事就好 咱们只管把府里的事物 处理好就行了 至于其他的 让他们各凭本事就是了 你呀也不能太大意了 四福静叮嘱着蓝静 我可是听说了 赐给你们府里的是两个美人 你要小心这些 该注意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 毕竟你现在还没有生下儿子 如果长子就是嫡子 这才是最稳的 怎么样 现在肚子可有消息了没 没有 也不用急 你与老十三成亲的日子还不长 不过 以后还是要抓紧一些啊 从四贝勒府出来 蓝静也开始考虑起孩子的问题来了 自成亲以后 他虽然没有避孕 但是对孩子的事儿 也并不是特别的着急 所以听了四福静的话之后 倒是确实有了些危机的意识 古人以狄以长为尊 如果狄子就是长子 确实是能省得很多的麻烦 但是他却记得历史上 四阿哥的长子不是迪福静所生的 只是以前见他对府中的那四色水果和其他的女子 并不是很上心 也就跟着没有太留意 难道说 他长子的生母 就是这两个马上要进府的格格之一吗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如果十三阿哥真的让其他女人怀了身子 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蓝静想着 自己应该还是不去做伤害他子嗣的事儿来 但是 让他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这事儿发生 他也是做不到的 反正历史已经改变了不少 红灰已经没有夭折 十三阿哥的长子又为什么不能是嫡子呢 蓝静并不是只把十三阿哥当成自己生孩子的工具 只是对这个时代的女人们来说 有没有自己的孩子 有没有自己的儿子 确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然 以蓝静现在嫡附近的身份来看 即使就是没有一儿伴女 将来的地位也是能有所保障的 而十三阿哥也会给予他相应的尊重 但是那与有嫡子傍身还是有所不同的 蓝静也并不是对十三阿哥没有情 只是因为他有个从现代来的灵魂 所以在面对着注定了不只是有三妻四妾 而且是将有着众多女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皇子夫君的时候 她的这份情就充满着太多的理智了 其实即使蓝静没有一个现代的灵魂 只从这个时代的女子们的教育来看 嫁给了皇子的她 也不可能放任自己太过感性的用情 她可是没有十福静和八福静那般显赫的家事 即使是有那般显赫的家事背景 十福静也还是会被禁足 八福静也还是会被训斥 蓝静甚至怀疑 当八福静嫁给八阿哥之后 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太张扬的缘故 才让他的外公被康熙因罪加以降绝处置呢 不过不管是不是因为这个 蓝静都不敢比照 他和十福静那样的性情来行事 虽然其实在心底深处 他其实也有些羡慕他们 不管他们的行为是纯也好 是笨也罢 是没脑子或者是脑子坏了 至少他们是痛痛夸夸的 肆以而为的 只是蓝静羡慕归羡慕 这样痛快之后的结果 却不是他可以承受的 所以他决定还是老老实实的 如一个平常的皇子福静一般来行事 欢欢喜喜闲闲会会地 接受十三阿哥的女人们进府 给他们安排住 安排吃 安排喝 安排穿 至于他所羡慕的肆意而为 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进行 只是要分清场合和地点 蓝静决定 且先把这份肆意 放在十三阿哥的床上试试 让自己肆意地享受她 也让自己肆意地取悦她 肆意地把自己当成她唯一的女人 只是等离开了那张床之后 这份肆意就要收起来 她还是那个 有着其他女人的十三阿哥 而自己还是那个 大度贤惠的十三附近 蓝静决的自己这个决定 既能有利于抓住十三阿哥的情 也说不定还能改变历史 让自己能够为他生下长子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 在那两个格格 甚还没有进府的日子里 他对十三阿哥 极尽缠绵之能事 以前十三阿哥 想试而被他拒绝的那些花样 也少少地允许他动一动 这让十三阿哥 很有些意外惊喜 说要是早知道被刺绣女 自己就会得到这样的厌福的话 他就说不定 早就像皇马摩和皇阿玛 求刺了呢 对十三阿哥得了便宜 却还卖乖的话 蓝静当时的反应是 给了他狠狠的一口 外加上重重的一名 以及当天晚上 任由他说尽了好话 赔尽了小心 才总算是允许他进屋上床 但要是再做些其他的别的 对不起 本人今天心情不好 没办法配合 其实蓝静的心情 真的是确实有些不好 虽然从理性上 从现在这个社会制度上 他选择了现在的这个做法 可是在内心深处 他对自己的这个选择 却不免有的时候 会有感到一些 死死的悲哀 蓝静想到自己 在现代的时候 在不知世事 刚刚青春懵懂的时候 曾经对爱情充满了向往 也曾经很豪迈地 跟自己的密友说过一番话 说如果自己将来的男朋友 有了外遇 不管是这外遇 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 只要有一次 自己就绝对不会原谅 坚决地要与他分手 还说自己爱一个人 就一定会付出全部 所以对方自然 也应该如此对自己才是 而这个决心 在蓝静踏入社会 对人性 感情 甚至是人生 有了更进一步的领会之后 就已经并不是那么坚决了 因为他了解到了 世间的事情 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 黑白分明 而被古往今来的诗人 文人们争相歌颂的爱情 其中也要掺杂着 许许多多的事情 事实上 那些把爱情 看得中过一切的人 往往在最后的时候 伤人伤己 于是 以前会因为 梁山伯与朱英台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 而感动感叹的蓝静 会开始 想着失去了自己 儿女的父母和家庭 会有多么的悲伤啊 会去思索 爱得太深 爱得太过 义无反顾 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会想着 如果爱一个人的代价 就是要让自己放弃自我 放弃家族 放弃父母 去与全世界作对的话 这样的爱情 恐怕自己是要不起的 当然 蓝静也知道 其实世间 还是有许多爱情 是甜蜜的 不是伤人 也不伤己 只会让大家祝福的 所以 她并没有放弃期待 也并没有排斥爱情 只是 在看到 有些人 因为选错了人 而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弄得一团糟之后 决定要 凝缺无滥而已 不过 蓝静的这个决心 显然 也是不能坚持的 因为她随后 就很不幸地 被命运大神选中 丢到了这个 让她想 宁缺勿滥都不行的时代里 至于 那个小女生之言 有一次外遇 绝对不会原谅的话 在这里 更是成了一个笑话 因为在这里 别说什么外遇了 内遇 就已经有不少了 蓝静也不可能去谈什么 原谅不原谅 因为 这些内遇 都是合理合法的 人家根本就没有错 又哪里 谈得上什么原谅呢 原谅谈不上 分手就是更不可能了 虽说这里 除了男子对女子的 羞气之外 女子对男子 还有异决 另外 还有双方协商的合理 但是身为皇家的媳妇 如果蓝静敢于行出此事来 别说她自己会受到如何的训斥和惩罚 就是她的娘家赵家氏家族 也肯定会受到很大的牵连 更别说 她还是为了这么个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理由了 这样的事情如果做出来 即使不是在皇家 也是不大可能会被当今社会所认同的 原谅谈不上 分手不可能 那么留给蓝静的 就只剩下接受了 而除了接受以外 蓝静同时还要想着 如何将十三阿哥的情 尽可能地多拢在自己的身上 虽然她一直尽力地保持着理性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她对十三阿哥也是动了不少情 在她难过伤心的时候 她也会难过伤心 在她生病的时候 她也会心痛 在她遇险的时候 她会情不自禁地冲过去 所以除了迪弗静 所应该得到的尊重之外 蓝静对自己与十三阿哥 两情相悦的状态 也想要一直保持着 而除了十三阿哥的情意外 蓝静还要为自己 以后的子女做打算 因此 虽然她对自己这些日子以来 讨好求欢的表现 心底偶尔会闪过 极许悲哀的感觉 但是 因为有着这个大环境的背景 因为有着十三阿哥 对她的情意 倒也并没有让她纠结太深 平心而论 十三阿哥对蓝静 确实是很好的 她虽然在口头上开玩笑 但最终还是顾着蓝静的感受 并不急于让那两个格格进府 甚至在蓝静主动提出来的时候 她还寓以了阻止 说现在府里为黄马魔的圣兽忙碌着 这事儿且不急 过段时候再说也不迟 而这段时候一过 就过到了近十月底 这时候太后的圣兽已经过完了 而十三阿哥则再一次地被康熙点名 护从她去月永定河 蓝静见再要继续过段时候的话 新年就要到了 况且赐给其他府里的秀女 也已经开始陆续地进门了 再想着早进晚进都是要进 拖的时间再怎么长 除了会给太后和康熙不满之外 也不可能将此事给拖黄了 于是就派了人去通知 傅察氏和乌苏氏两家 让他们准备好 在十一月初一 自己派人去接两位格格过府 之所以会选在十一月初一 是因为那一天也是十三阿哥预定要回京的日子 而那一天 虽然已经到了冬日 但是天气还算是晴朗 对自己过门之后的第一次迎新人入府 蓝静并没有太过紧张和谨慎 心里别扭不别扭且不去管她 至少面上她还是一如往常一般的镇定从容 衣着上虽然因为要迎接十三阿哥回府 稍微正视了一些 却也并不是皇子福建的正装 因为十三阿哥要先将康熙送回宫 所以蓝静也按照平常的时候 把该处理的府务正常地处理完 等听到十三阿哥马上就要回府的消息之后 才带着人迎了出去 妾身给爷请安 蓝静见十三阿哥上前行了一礼 柔声地说着 爷一路辛苦 不辛苦 十三阿哥伸手扶起了蓝静 对他微微地一笑 福建在家里可还辛苦吗 爷在外面奔波都说不辛苦 蓝静对十三阿哥怨然一笑 妾身在府中养尊处优 又难敢说辛苦二字 好我们都不辛苦 那就先进屋吧 我虽然不辛苦 我虽然不辛苦 您在罐子ं 十二阿哥 很麻烦